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 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就是星島中文電台對話何人節目 我是何人 日本防衛副大臣玩野進浪 不是 是井野進浪 前幾天接受英國傳媒採訪時說 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 日本很可能向台灣提供某種支持 不過不確定是防務裝備支持 還是後勤支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無寧舉回頭 說日本曾經對台灣殖民土地長達半個世紀 對中國人民附有嚴重的歷史聚集 柔英謹言慎行 反攻自省 都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來的資格和底氣 敢在台灣問題上壓制壓制 日本是世界上最無恥的國家 你要他們知醜知衰是沒有可能的 這個防衛副大臣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極有可能都十分谷氣 因為他都被迫要有些避忌 不敢說出我們對台灣的支持就是出兵 保衛台灣和中國再打一場滅國之戰 只能夠說是某種支持 而且充其量都是防務裝備支持 或者後勤支持 也就是說可以出槍出炮出衣出衣 出人就別搞了 無靈是代表中國政府說話的 所以正經有餘 幽默不足 如果給俄羅斯那位善上欺笑怒罵的發言人 扎哈羅瓦同樣意思的話 我想會精彩很多 一句就扎到他也不能說 如果琉球要求獨立 我們向他們提供原子彈 以示支持 大陸要解放台灣 日本仔一定會玩東西 向台灣提供支持 這個毫無疑問 原因有兩個 一是要緊跟大佬美國 二是要發洩一下 二戰之後沒有了台灣這個殖民地的冤屈氣 問題只不過是 這個所謂某種支持 從自衛隊立即點齊人馬 跨海和解放軍決一死戰 到東京發表一紙聲明 號召台灣戰至最後一人 在這個這麼大的範圍之間 而日本有什麼選擇 有幾大贏面 出兵幫手知事體大 不是東京講了就可以 如果到時連大佬美國都不敢出兵 那你做這個還沒有 就先講清楚 你分不分得出哪個裝 哪個行動 還有 就算美日聯手 在台灣海域和中國海軍玩真的 你都夠膽說是贏定嗎 還有可能被中國火箭軍來一輪東風飽和 不是等於給中國一個機會 一部隔五海戰的兩百年血海深守 所以日本人出兵救台灣 連港都不敢 至於被槍被炮 被衛被衛 直接被也未必敢 就是這樣 但是繞個彎 拿去關島先 再運去台灣 就說是美國給的 這條路可以走得通 但是 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大陸打台灣 時間是以鐘頭來計的 等到日本的這些防務裝備和後勤支持 來到台灣的時候 中共台灣省委書記和省長都已經上任多時 中國人民解用軍駐台部隊都已經完成了清理戰場工作了 你對台獨的這些支持 就成了送桑的元寶蠟燭 都不知道是沿路運回去好 還是扔了它到行水海好 日本最趕得次做的 是發表聲明 解放軍發起總共的信號彈一升空 東京就可以播出這個支持台獨的聲明 瞬間就可以傳遍全世界 但是 這個聲明肯定擋不住解放軍的遠程火箭彈和登陸艦 可能還會令到台獨給北京多一句 說了你們了 認識大隻港 港就天下無敵 做就無心無力 日本人不是沒有機會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台獨 這也不是 只要有心 機會 總會有的 日本政府可以從現在起 就租定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民航機 停在桃園機場 隨時保持可以起飛的狀態 一有風吹草動 無必趕在大陸方面宣佈空域管制時間開始支持 載著蔡英文陳水扁之流 扔去日本 幾代都不要讓大陸享受 一枉足台獨分子的勝利 這個就是日本政府對台灣最可行 最實際 最安全 最有力的支持 從日本支持台灣 我又想到台灣支持烏克蘭 前幾天有消息說 台灣已經服役63年的防空導彈霍克 馬上就要淘汰了 美國有意回購這批導彈 拿來援助烏克蘭 消息一傳出 台灣馬上就有人說 好事 既能夠令到台灣省一筆消費費用 又可以幫到烏克蘭 強化台灣和美國的外交關係 同時又有人擔心 這些導彈拿到烏克蘭戰場 一個不小心打爛了俄羅斯的目標 俄羅斯就很有可能遷路台灣 如果他們報復台灣就危險了 這件事如果是真的 首先就是證明 美國和西方盟友現在果然沒有附箭底 所以連同我們這一代人一樣 這麼老的武器都要找出來用 早前美國說要拿集束彈來援助烏克蘭 理由之一就是炮彈不多 被迫要用這種國際之間禁用的炸彈來搭救 如果現在連老到沒有牙的霍黑導彈都不放過 再下去還有什麼可用呢 其次 這批導彈轉讓給美國 台灣真的省錢 大有疑問 如果到時美國要台灣先出錢 維修好它 保證能夠打響 這樣才能夠低價回購 台灣夠膽講半個不治嗎 整條數計下來 可能更貴過銷毀的費用 不過最好笑的 還是怕俄羅斯報復 前立委郭靖亮是民進黨出身的 什麼時候都看好台灣的威力 他反對把這些導彈送去烏克蘭 理由是千萬不要打到那些重要的東西 俄羅斯可能會生氣我們 國民黨的立委王洪薇更加快先稱責任 說如果將來霍黑導彈打到俄羅斯一些重要的東西 俄羅斯你不要把這筆數寄在台灣頭上 跟我們無關的 這班所謂的民意代表 騰在那些無謂的雞 既怕死又自大 以為俄羅斯真的會為了這些導彈 來找台灣的麻煩 這些東西 能不能夠運到烏克蘭戰場 還是疑問 能不能夠改變戰場態勢 也是疑問 就算真的射得出去 而且射得中俄羅斯的陣地 殺得到人 殺得爛爛 俄羅斯都不會直接向台灣環議炮火 因為這樣做是侵犯中國的主權 北京是不會肯過他們的 俄羅斯要找台灣晦氣 只能夠向北京投訴 你的台灣省很不友善 竟然向我們的敵人提供武器 你是不是要管束一下他 北京一旦接到俄羅斯的抗議召匯 自然就會向俄羅斯道歉 然後立即採取行動 向台灣宣佈 你未經中央允許 就介入外國戰爭 造成非常惡劣的外交事件 嚴重影響國家聲譽 形同叛亂 本來你就只不過是割據政權 中央政府正想評判 現在你自己送上門來 對 加法事後 到時解放軍就不是摧毀霍黑導彈這麼簡單 後果是怎樣 是人都想得到的 台灣人記住這句話 解放軍能夠保衛台灣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據說是解放軍一個軍機飛行員說的 所以郭靖亮和黃紅薇他們 不用擔心俄羅斯 擔心一下解放軍東部戰區的火箭彈 飛機軍艦就可以了 而蔡英文之流 就要預早準備好余勇山 因為如果 萬一他們被解放軍俘虜 北京是有可能 應俄羅斯的要求 以戰爭罪 引導他們去西伯利亞服刑 那裡天寒地冬 拿到零下四五十度 沒有幾件後衣 真是會凍成一塊兵的